上小学时,我和三哥在学校是风云人物,各种神异般的事迹让我俩声名鹊起,学校的小伙伴以我俩马首是瞻,那种独孤球败班到达巅峰的寂寞终于让哥俩内斗了起来。 早晨三哥在我带的饭里放毛毛虫,晚上我就偷偷把他作业本藏起来,他骗我油炸史克朗,我又忽悠他偷家里鸡蛋换麦芽藏吃,结果操作失误,吓得老母鸡离家出走。 他家半个月没有鸡蛋吃,经我善意提醒,三叔知道真相后,打得三哥半个月下不了地,输了的三哥并不甘心,一直伺机寻找着我的破绽,有次终于给他逮到了机会。 那时学校的汉策都是土砖做成,因为做工粗糙,墙上总是不满许多裂缝,那些裂缝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作用,藏手指。 因我俩名声在外,学校里无人敢惹,所以我俩藏那里的手指没人敢动,可凡是总有例外,有一天闹肚子时忽然发现裂缝里的纸没有了。 我第一反应就是三哥干的,事实证明没错,在我腿都快蹲麻食,厕所外面传来三哥的声音,胖打,喊三哥真帅,喊得好听了我就帮你,不喊就在这蹲着吧。 在三哥的威胁下,我憋屈的答应了他,而三哥也非常讲信用,给我丢进来了两块竹片,还是边缘削的非常锋利那种,当时那个气啊,暗暗发誓,死仇记下了,下次整不死你,可我还没来得及整三哥,自己竟然手一抖把屁股划了个口子,疼得我跟王八似的插着腿走了三天的路,伤没好就准备报仇的事。 可三哥贼精贼精的,知道我要用同样的方式报复,所以每次进厕所都先撕几张纸揣兜里备用,连续几天三哥不上当,我也急红了眼,终于祭出了终极杀招,那时候还没有卫生纸,有的只有写完的作业本,那天晚上我悄悄跑到三爷家偷了一把辣椒,这辣椒可是魔鬼辣,我曾经被他辣得生不如死,那种感觉终生难忘,回到家用辣椒把作业本一页页的涂抹均匀, 第二天我把辣椒纸撕开揉好,一张张的塞进裂缝,边塞边念,让你偷我纸,让你用竹片割我屁股,让你把我变王八走路,脑海中已经脑骨出了三哥用完这纸之后的反应,必然是撅着屁股又叫又跳,越想越觉得满意,塞完后我满怀期待的跑回教室,悠哉悠哉的等着三哥上钩,耐火那天一直等到快放学,也没见三哥进厕所, 正郁闷时突然厕所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嚎叫,声音无比凄惨,堪比过年杀猪,我隐约感觉声音有点熟悉,胡听有人惊呼,是校长在叫,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随着校长的声声惨叫,全校师生跟炸卧班一起往厕所冲去,我也心怀忐忑的跟着跑, 进去就见校长脸色铁青的趴在厕所隔板上,眼睛翻白,嘴唇一个劲哆嗦,话都说不利索了,我小心翼翼的靠近,终于确定,好死不死校长用的那个吨位正是三哥的,我心中一凉,完了,果然,校长突然又叫了起来,辣,辣,好辣,哪个混蛋这么缺德,在纸上抹辣椒,哎呦,屁股好辣,最终几个男老师把不停发出惨绝人寰叫声的校长送到了香味生院, 本来校长不该那么惨的,可是他有痔疮,于是年近五十的校长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人到中年或天降,校园胡闻菊花香,而作为罪魁祸首的我很快被人揪了出来,谁让手指就是作业本,上面歪歪扭扭醒目的写着我的名字,那天老爸把我拎到校长病床前,挥起巴掌就打,直打的我头皮发麻,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还是校长忍着疼痛,把老爸拦下来, 因为医生说了,这次痔疮破了是好事,最少三年不用再动手术,加上魔鬼落劲透萌,连消毒都省了,保证不会感染,所以我是有功的